我們剛剛討論,關於輔導是很好的 達到一些很重要的結論 也都是我們以往有講過的 很重要的是留意人的狀態 他的不開心,他的煩惱 回應他的煩惱,感受他的煩惱 就是一定要在感受他的煩惱 然後回應 但是先講到一個情況 有些人總是騰騰轉馬 講來講的煩惱 每一次都想聽他的煩惱 聽完之後就不斷安慰他 就行了 就不想我們給他有什麼勸動 這樣的情況 當我們留意到這樣的人 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我想說 這位姊妹 所說的情況絕對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絕對看到你是很努力去做 你是努力做的 但是努力過程是有傷害 開心 心都好像硬著 我相信你的心會硬著 因為每一次他不理你 你的心會不硬著 他有這種困難 其實他很想做 但是他發覺有困難 那時候我們感受他的感受 又會覺得 我知道你的痛苦 知道你的困難 那時候 已經是對他很大了 安慰鼓勵 然後就可以引導了 引導這個很重要 你覺得現在的情況 你可以怎樣調教你的內心 你覺得你可以怎樣調教 跟家人的相處 有什麼可以對他們做的事情 可能會有改善 就是用這個方法 好了 這個就是他已經有動力 好了 去到有些人 他整天都是說他的致念 不開心 那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都是引導 不過引導的步驟 就沒有那麼大步 像你一樣 可以直接去到 你可以怎樣調教 有些人來說 我們要引導他 他就是說 你覺得你現在這樣下去 你以往這段時間 都是這樣 不開心 你以後 你想不想 會有些改變 你覺得這樣繼續下去 你的心會怎樣 怎樣 不開心 起碼他開始 可能 一次和他聊天 輔導 他只是說了一句話 我也想有些改變 你可以有什麼改變 可能他還未做得到 但引導他知道 是可以有些改變的 我們已經達到目的 未必一次去到 去到 有些人真的很難去得到 也有些人這樣 你說完解完 他又不明白 先來 我很感謝這位姊妹 當我們一說 我一說出的方法 我就發覺 你那個回應的方法 已經立即有改變 一段時間 後來又 很想對方改變 但當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這麼容易有這件事 我們就留意自己 我們這個目的 可以去到哪裏 我們可以 為何我會留意到這件事 因為當你兩次說到 突破 而對方都沒有回應你突破 即是回應他家庭的狀況 和想家庭的狀況 我就已經知道 是撞了板 我一聽我就知道 撞了板 因為為什麼呢 你兩次說他都沒有回應你 那麼 我們輔導的時候 我們就要留意了 當我們說了話的時候 對方是沒有回應 而他用另外的方法去說 即是說 他在思想中的東西 和我們在思想中的東西 是有些不同 我們留意到 我們就要調教 所以這個是 在輔導上要很留意的 而剛剛你說了一些 就是很難 都不知道他想什麼 有些人就想我們 彈彈轉的聽他說話 他有他的想法 但我要分辨到他想什麼 然後我就 根據他所想的 我就會想 我可以設定一個什麼的目標 我這次可以去引導他 去什麼目標 但可能引導很久 都去不了 的確有些人很難改變 你輔導很多很多 他都是不改變 正如你的家人 你輔導都入不到 你想改變他 如果千分之一改變 你已經感恩 已經很開心 唐方說 更大的提升 根本去不了 快感的人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 能夠接立他 引導他 或者有一天 你兒子發現 原來你對我這麼苦心 可能他有一天會有改變 就是 的那麼多的改變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不同 但有些人想學得快 好像你現在想學得快 我就可以提升多些 就是給你們一個更大的一步 給你們 對 我來講 好 你 我來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